我是LHL,有两个孩子的妈妈,生活在摩都,上海,成二宝前做人事管理,现在是全职妈妈,身高中高,163厘米,体重一直维持在130斤左右,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孕育了两个孩子,孩子光巧和可爱,让我有无限的成就感,虽然让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和满足,但也有遗憾,就是我孕育健长的身形。 从小到到,我就不知道胖起来是什么感觉,我以后会就一直这样,不会长胖,自认为有一个人人羡慕的一瘦体质,第一次怀上宝宝的时候,完全没有控制体重,家人里就怕我吃不到穿温暖,各种呵护,快生产的时候,体重一直飙升到155斤,生完以后满怀期待的,以为会瘦下来,谁知道大宝两岁了, 我的体重还是130斤,接着就迎来了我的第二次怀孕,这次的孕期反应比第一次厉害多了,孕兔一直维持了8个月,吃啥吐啥,虽然很难受,唯一的好处就是体重长得少,整个孕期体重只长了25斤,二宝出生以后,体重仍在130到135徘徊, 就这样,我已经被产后肥胖困找了6年,对于减肥,一直有这个想以为自己心脏出问题,家人知道了以后,一直劝我放弃这个想法,美不然重要,但健康比美丽更重要,慢慢的,我对减肥也是失去了信心,欲骂的心情只有吃,可以让我舒畅,直到一次亲自照体验,让我想再次减肥, 因为胖,我一直都不怎么去拍照片,发现自己和宝贝从来没有拍过亲自照,不想留意汉,打算喝出去和宝贝们拍一次,为了这次开场,我还提前饿了好几天,在两天出来以后,让我的信心被受打击,我决定不要再这么浑浑呜呜呜的下去了,自己的身材都管不好,还怎么管孩子,于是,我毫不犹豫的决定开始运动, 管住嘴迈开腿,算是一时冲动,感谢那时的冲动,不然的话,可能就错过了这次变美的机会,虽然是一时冲动,但我还是很认真的,从身上的一系列装备和心理都准备好了,其实运动装备,平时已经七七八八的,用得上有踏步机,瑜伽变,运动内衣,跑鞋,还是买了教练建议的护心服和腰风,因为我自从怀孕后, 就经常腿抽筋侧腰酸,好了,万事具备指前东风,训练开始了,前面两周是最难熬的,我每天都在纠结要不要继续下去,当我想偷懒的时候,就看看自己辣眼睛的照片,当我想偷吃的时候,就想想自己流过的汗水,还有良好的作息时间,对我来说也是挑战, 一开始教练上课的时候,就强烈这点很重要,我却已经习惯孩子睡觉以后玩手机,看电视,而且因为晚上要为奶睡眠质量一直不好,老妈为了我的减肥大忌,决定把孩子带走,想要减肥成功,家里人的支持也很重要,度过了最难的前两周以后,就没这么难熬, 有时候太义都还会觉得吃不下,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胃变小了,身体的适应能力,也比自己想的好很多,运动方面,一开始也是比较车利些,做个动态拉伸和静蹲,就已经满头大汗,好起来以后只要熬过,二十分钟就轻松很多,而且好完以后会觉得一整天都特别精神,想起一开始做平板二十秒,已经支持不下去, 训练了八周以后,已经可以坚持到九十秒,还有那跑步,拳步,静蹲,静蹲,静蹲的运动,连老公也慢慢的变成了我的手下半项,看来运动能力也是可以练出来的,每次运动完身上留下印记和电子上的压痕,将我体会到站上自己的成就感,运动能力变强了以后,觉得运动不再是肩肉,几天不动的话,就觉得浑身都难受, 平时上网的时候,也经常看健身信息,就连大膀也经常让这样和我一起动,参加训练以后才知道拉伸的重要性,以前我只知道运动前需要热身,现在我知道运动后的拉伸更重要,前者是为了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,后者是让肌肉放松,塑形的最好手段, 记得主教练说第一句话,很有意思,也很生动,运动后不拉伸,就如同工作完没领工资,这个到底在我老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,他运动完小腿痛的老毛病明显有所缓解, 我的腿型也比之前更好看了,更不会出现传说中,跑步会腿竖的现象,还有我经常抽筋的毛病也不犯了,所以说,拉伸真的很重要,不要偷懒哦,饮食方面,科学的饮食方法也很重要,以前只知道少师多动,不知道自己怎么做,每次在网上看到健身方法,就不乱试一下,没有计划, 最后,当然都坚持不下去,这次训练收到计划后,都认真替照着做,其实一开始计划里的很多内空都不认同,后来经常每天的小课堂解开了一货,现在我都坚信科学生身材是王道,八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很开心我终于战胜了自己,中途也过动摇,也想过放弃,但每次跑完大汉林里,感觉非常畅快,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改变,一切都直浪,八周成果,体重从130斤减少到108斤,腰围从91厘米减少到76厘米,关注嘴脉开腿瘦下去,我们是健身男之瘦身社群,牙体瘦身兴趣小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